现在是我就上行 这里是东伦多的Costco 今天来看 现在这个季节 每星期都有新花 从天气预报看 未来两星期没有霜冻了 真是好消息 所以现在很多很多很多的 无奈寒一年生的小花上架了 看看 这些花盆都是17克9克9 很不错吧 这可以有的朋友说 开花不断 全年开花 如果条件合适的话 有些花盆里会写着花的瓶子 这样的话 你可以到网上查查 怎么养护 这个叫Racher Begonia 秋海棠的一种 大部分的花就是开花越多的 就越喜欢阳光 我们看到的话 在花店卖的大部分花 都是喜阳的 有些是花盆组合 你不知道哪个喜阳喜阴 实际上它花盆组合 都是有同样的生长特性 比如像这个 小喇叭花认识吧 这整盆都是喜阳的 和刚才秋海棠不一样 这是不同的小花 有不同的特点 和秋海棠完全很壮观的一大片 这个有很多细节在里头 各有各的喜好 天竺葵 这个可能也是最受欢迎的之一了 开个大绣球花 它也开绣球花 漂亮 而且花色很多 很丰富 你看 这是粉色的 还有粉红的 这都是既喜阳又耐热 越热 越热越烧越多 多伦多地区 这种条件提供了 它就真的是开花不断 你看本身带的花包就不少 而且像这个里头肯定也都是加了缓氏肥 能保证你至少两三个月吧 而且通常建议在你买回去以后 可以加缓氏肥三到四个月 或者半年的那种球颗粒状的缓氏肥 一定不是有有机物的缓氏肥的话 它可能明年才体现出它的作用来 太晚了 要化学缓氏肥小颗粒的 马上就能够换氏的 马上换氏 看看终于走到阳光底下 百万零 百万零有单色的 也有这种花的 花不花 同样的价钱 十七块九块九 真的是不错 真的不错 春天的花盆还在卖 这专门写了 春天的包 春天碗 不是超级碗 春天碗的意思就是 春天的花多 其实你仔细看这里面 春天的花只有一种 潘西 三色锦 锦菜花 这个可能到六月份就慢慢消失了 但是这里头还有喇叭花 也有百万零 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季节 整个夏天都能有欣赏 特别是像这个下垂的 这叫Crapping Jenny 阳光充足的时候是金黄色 现在说明它在生长环境里头 阳光不够 金黄色像瀑布一样留下来 也很漂亮 也就是说这个春天碗 等它开差不多了六月中心 天特别热 这些状态不佳的时候 你可以重新组合 重新买小花插进去 种进去 有些还可以重新利用 继续利用 像这个Crapping Jenny 它会长很大 你把它再种到盆的边上 看看这个 这就是刚才说 那个Crapping Jenny 留下来了 像铺一样 真的是美极了 绿叶衬红花 这个就是夏季的盆了 26块9毛9 我刚才所谓的夏季 是指春夏秋三季合起来 因为太短了 还抵不上一个冬天的长度 看看 看出来了吗 这个多漂亮 就是刚才说的 还有说的 我特别喜欢这个 这个无论是做 种在盆子里头下垂 这是非常耐寒的品种 你可以恰一节 种在花园里头 它可以当地背 很漂亮 而且作为地背植物 它很容易清理 不像有些地背植物 它创根在底下 它是地表面匍匐静 你不想要了 一抓一把 就容易清理干净 看看这个认识吗 红薯 红薯 都是红薯 不过叶子 叶子颜色什么 都是Sweet Potato 这个也是会长得巨大 这个比那个 Criving Jenny还要大 巨大 而且这里都真的会接红薯 秋天时候拿出来 可以烧烤 这里还有飘香棚 34块9块9 这么大 太大了 这个就是也是夏天 需要绕暴晒 可以开花不断 有个小提醒 就是它的盆 盆怕晒 最好外地套一个装饰盆 另外一个既然是暴晒 它就需要水分多 别忘了浇水 施肥 它这里都已经有管施肥了 回去的话 你可以再加点 再反复提醒一下 夏天一定要给足了水 最热的时候 甚至一天要浇两次水 如果你要是用装饰盆底下 没有冻的话 再浇水的时候 一定要避免避免积水 看看还有白色的 这个白色的特点 什么叶子不仅花颜色不一样 叶子巨大 我怎么老喜欢说巨大的 非常大 这种大叶子的能长得更高 你可以给它架更高 这它已经架子长满了 还可以搭更高的架子 这些都是作为一年生的植物 虽然它是多年生的不耐寒的植物 可以在室内过冬 但是室内过冬 阳光不足 又是各种红蜘蛛的 你发现就很难看 很难养 很多人 所以基本上都把它当作一年生的 不可惜 另外一个刚才我说的 这个叫什么名字来着 叫飘香腾 有的品种是有香味的 我是没见过 你见过吗 欢迎在下面留言 这还有更多品种的花盆 选择真不少啊 这个人是什么 中间这个大叶子的叫美蚕啊 我还没盘视频呢 就被别人抱走了 还好还好 我看中这个 我要说这个还没被搬走 我要说什么呢 美人家有很大的品种 特别占地方 如果你朋友院子大 或者追求那种高大的形象 好吧 说这个特点 这个是很矮小的品种 你看这么大点点 它有个特点 它也是开发不断 已经有花包了 多好啊 另外这个组合盆里 还配了秋海棠 这个可能 哦 再说一下 这个 这个 再 还有再说一下 美人椒是需要水 很多的水 不能缺水 那么现在 这些其他小盆表现不错 像这秋海棠 先说它吧 有多漂亮呢 像玫瑰一般的漂亮 看看这个 又是梦幻般的美 再来说这个美人椒 它喜欢 一个是喜欢很多的水 另外一个就是 它喜欢很多的阳光 暴晒 那我们曾经有概念说 这个秋海棠喜欢 燕燃耐阴呢 它实际上如果要是不缺水的话 而且从开水就有很多日照的话 它也能够经受得起 在多伦多地区啊 能经受得起全日照 所以说 养着个大花盆 别忘了浇水 好了 Costco的夏天大花盆 今天就说这么多 谢谢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